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之前有同大家介紹過大陸開始出現一些存款特種兵, 他們跨省做一些存款, 但是這個存款特種兵的熱潮竟然蔓延到香港了, 現在有不少大陸這類存款特種兵湧過去香港開戶口甚至中介開價3000元人民幣去幫他們做這些事情。 根據大陸媒體日第一財經的報導, 有好多個在香港的銀行人士了解到原來目前香港銀行開戶非常之火爆, 出現了一個排隊時間內預約週期長的情況一位香港銀行業的人士表示, 一般來說香港很多銀行開戶都要預約, 因為人多現在預約後等待時間一到兩個星期很正常, 而為了應付這麼大量去香港開戶口的內地客戶, 已經有部分銀行緊急調整業務, 譬如擴充團隊規模, 還有延長部分分行的營業時間。 這個報導講到, 少數不用預約, 可以現場辦理門檻比較低的銀行成為排隊開戶的業門。 譬如有些分行叫做網紅開戶點, 譬如中銀香港的中廣城分行, 一般早早8點半派丑, 但7點半竟然就由內地客戶開始排隊。 報導也講到, 有一些開戶中介也應運而生, 專門為內地客戶提供香港開戶業務, 有一個開戶中介表示, 他們目前與銀行有戰略合作, 拿到的是不用存款、理財等資產證明的名額, 包括香港匯豐銀行、香港渣打銀行、 香港中信銀行都可以直接面簽, 當日就可以拿到賬戶、拿到銀行卡。 而他付出8月的秒殺價每戶是1880元和2880元人民幣不等。 而根據中銀香港的數據顯示, 他們今年銀行首季跨境客戶新開納帳戶數量 比去年第四季上升了1.7倍, 其中內地客戶業務佔比較高。 而根據大陸媒體《金融投資報》的報導講到, 目前市面上有代理香港銀行開戶中介, 魚龍混雜,服務質素參差不齊, 有不少黑中介就以一個低價格, 去吸引投資者最終賬戶沒有開到和問題不斷。 其實香港大部分銀行港幣和美金定期存款 最高年化率平均有4%以上, 同時有些銀行會以7-9%短期年化利率吸引客戶, 所以會吸引到很多大陸存款特種兵衝去香港做存款。 其實現在大陸的存款利率是3%左右, 甚至有部分銀行的利率是2%以下, 所以現在香港給予這麼高的利息, 他們覺得很吸引, 因為他們在大陸可以穿州過省去存款。 但我又有個問題, 他們的錢是如何走到香港存款呢? 沒理由全屋幾萬元就去做定期的嘛, 當然也有個可能性, 螞蟻搬家這樣搬錢去香港, 但有沒有可能呢? 我認為可能性也不太高。 因為你每次去香港都有一個固定成本的嘛, 還有拿些錢回大陸也不太容易啦, 所以這點我有少少想不明白的。 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